当一个男人出差回来 就听到自己的母亲 因为受到刺激而晕倒 然后在急诊室门口 看到自己的老婆 跟旧情人在一起 吴童 你伯母怎么样 你怎么来了 我刚才在公司 跟张员开会 他接到美玲的电话 说要去接童童 我才听说 厉伯母这边出事了 厉重盟又不在 我担心呢 你一个人应付不来 所以就赶过来看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先坐下吧 我也不想弄成这样 都怪我 我不应该跟他 顶嘴 害得伯母晕倒了 都怪我不好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不要太自责了 也许没有你想象的 那么严重 我们还是先等等看吧 一切都快好起来的 医生 怎么样啊 你是病人家属吗 那你们谁是病人家属 我是 请问我母亲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这次有中风的迹象 你们一定要让老人好好休养 不要动气 如果再有一次这种情况的话 对他的身体极其不利啊 我明白了 谢谢医生 好 不用谢 你们先忙去吧 是 厉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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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某 我 我 我知道错了 可是我 真的不是故意要把伯母祈祷的 我知道 否则你也不会站在这儿了 可是你知道吗 当一个男人出差回来 就听到自己的母亲因为受到刺激而晕倒 然后在急诊室门口看到自己的老婆跟旧情人在一起 你告诉我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想 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可是 真的是你想太多了 相军 他是因为听到伯母晕倒了 因为担心才赶过来的 担心 你会不会把他想得太善良了 周某 我知道 伯母祈祐你很着急 可是这件事情 都是我不好 跟相军没有关系 你们两个倒是心有灵犀呀 特别是 by bwd6